那么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两句话就是下 能定凡夫 无功德之 金顿不顿 这个不得了啊 我们是无功德之凡夫啊 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呢 各个人都能成佛 有这么多这么样的一个便宜事情 好似到哪里去找去 找不到啊 我们碰上了 我们也没想到去找 找也找不到 无意当中碰上了 所以这个缘无比的殊胜 能定凡夫 那最近我们学业 无凡法死往生 这是一个什么人呢 是个凡夫 是无功德之 他给我们做了个保养 真的得到阿弥陀佛本月为神的价值 得佛的价值实际上只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真心 一丝毫怀疑 第二个真愿意去 要知道真有极乐世界 真有阿弥陀佛 我真想去 第三个念这个佛号 念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念阿弥陀佛 多谢 你只要真念 真信真愿 没有功德也能去 为什么 你念发这个心 真信真愿 我真念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里面 就知足无量功德 你每天去念它 你的功德就累积下来 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变成我自己的功德 等于说 你念多少 阿弥陀佛就送多少 你肯念 它就输送给你 源源不断 所以 我们就不要再打妄念了 念这句佛号知道了 源源不断的功德 数个我 我要是不念佛 想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是什么 这六道轮回的功德 你肯定继续搞六道轮回 你就错了 你说 这都重要 哪有时间去打妄想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是什么 那诸位每一个人到基督师 都去做佛去 你做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 正在佛教里头 也找不到第二个法文 释迦牟陀佛讲了八万四千法文 真正让 反复无功的这一生成就 只有这样 再就找不到第二个法文 因为这个多数是 所以这部经多难 这部经是佛经当中第一经 保重之宝 我们要珍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